中国清零以及上海封城 让物资匮乏和粮食不足等民生问题接连爆出 现在就连北京都可能跟着封锁 消息蔓延冲击股市 周一25号中国股灾涌现 导致股票以及人民币汇率大幅暴跌 上证指数收盘更跌破了3000点 创下近两年以来的最新低 隔天受推特同意卖给马斯克的消息激励 美股指数全收高 上证指数也在稍早前上涨了0.72% 而A股上市的锂电池巨头宁德时代 最近利空消息不断 先是传出今年第一季业绩低于外界预估 24号晚间又宣布将延迟财报的公布时间 消息一出宁德时代股价应声下挫超过6% 许多外媒都指出 投资者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撤离中国 低远政治风险以及美国升息 再加上中国对疫情的缝控措施 都是吓跑投资人的主要原因 相信之下东斜股市表现抗跌 市场认为由于东斜股市与俄乌冲突连接度比较低 再加上包含新马越南泰国和印尼等东斜国家的经济持续改善 后市表现也备受各界期待 三里新闻里里韩报道